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好福气啊 也不知道我女儿 有没有你这样的福气啊 爹 怎么又取笑我 只要莫话愿意啊 我也一直想把她当女儿看待 月轩 是吧 娘 现在讲究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没事就不要替别人下操险 这出国喝了几年羊墨水 就不讲究规矩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这么说的吧 月轩 长辈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呢 没规矩 大帅 月轩他流洋的时候 我属于管教 让你见笑了 没事没事 爹 你们几个大男人在这聊天 我带海棠先出去走走了 好好好 去吧去吧 走 来来来 月明 来来来 坐坐坐 摩花 谢谢你把我拉出来替我解围 没什么 我也想单独跟你聊聊 怎么样 你还好吗 挺好的 我现在就是想 赶紧把月明的脸治好 让这个曲八糕快速投入到市场上 让所有皮肤受伤的人都得到恢复 也希望他们因为这个曲八糕 而感到开心 我终于知道月轩为什么会喜欢你了 你总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开朗 跟你在一块相处 总会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你也很好啊 可爱 帅真 对朋友还一起 不过 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和月轩扯到一块了 我们现在 只是普通朋友 前段时间 我看你跟月轩总在一起 我特别生气 我控制都控制不了自己 原来你们两个在一起 是为了给月明哥制脸 还有 我没有求我爹放你出狱 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 不想跟我当朋友了吧 怎么会呢 其实这件事情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你看月明那么配合制脸 如果能因为这件事情 解开他所有的心结 那也是一件好事啊 而我呢 也可以心安地离开朗家了 致脸的事 要是能成功那就太好了 你就可以离开朗家了 可是万一要是不成功 你不会一辈子被留在朗家了吧 其实我跟月轩在私底下 用这个曲八糕做过很多次实验 每一次都很成功 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也会很成功的 那就好 对了 我觉得月轩她最近对我总是怪怪的 她不会还在怨恨我 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 我是有苦衷的吗 不会的 她这个人 可能一忙起来就喜欢板着脸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了 莫花 爹 哪儿去了 这么大晚上都才回来呀 嗯 看你还挺开心的样子啊 没有月轩陪我 怎么可能开心了 又是月轩 不就是个男人吗 你爹我给你找个十个八个的 随你挑 啊 胡说什么呢你 什么都不懂 走开 喝酒了是吧 你说喝酒了 没事 谁与你喝酒的 帮我捏捏 小姐 看你心事重重的 你今天见到月轩少爷和海棠姑娘了吗 见人了 你跟他们和好了 怎么可能 只要有月轩在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海棠做真心朋友的 啊 亲在因为海棠 月轩一见了我就堵着我 你说我对海棠不好吗 怎么会不好 您三番四次那么帮海棠小姐吗 她可倒好 还跟您抢心上人 海棠跟我说 她只要一支好月明的脸 马上就会离开 那这是大好事啊 是好事 也不是好事 这样她就恢复自由之身了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是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他们了 小姐 小玉觉得 你何不把他们都约出来聊聊 大家把话都说开了 以后见面也不会尴尬嘛 尤其是月轩少爷 你总不能 让他这么一直躲着你吧 对啊 我应该像海棠一样 我从新开始 别闹了 折腾一天了 赶紧回去吧 一会儿她回来就麻烦了 她有那么厉害吗 姐姐 大车 野狗 你给老子戴绿帽子 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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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别跑 站住 别跑 畜生 小姐 请问几位 两位 好的 海棠 月轩 你怎么在这儿啊 梦花约我过来的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个梦花要搞什么鬼啊 可能她找我们有事吧 是啊 我就是怕她又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月轩 你对梦花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啊 我觉得吧 你不要每天都给她脸色看 你看她这两天见到你就跟见到老虎一样 翘都不敢出 海棠 你这么为她着想 可她并不把你当朋友啊 你还在怀疑她 我觉得她有她的苦衷吧 这样吧 你们聊 我先走 老实点 救命啊 下去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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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放开我 放开她 老实点 快点 放开她 闭上去 走 这是哪儿 胡府官 你怎么在这儿 龙大小姐 下坏了吧 可惜我不是来救你的 你想请我们出来交友 也不用这么行事动众吧 我想见的只是龙大小姐 没想到你们两个偏偏送上门来了 反正朗家也是个大户人家 我就多赚点赎金了 姓胡的 王我爹带你跟亲儿子一样 你个赤里爬外的东西 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他非拔了你的屁 抽了你的筋 你要是现在放我的话 我可以求我爹饶你不死 你要是不识抬举 你就等着被碎尸万段吧 龙大小姐 留口气吧 一会儿见了你爹呀 跟他说说你受了多大的委屈 莫华 别跟这种丧心病狂的人讲道理 撤 姓胡的你干吗八蛋 你个赤里爬的狗东西 闭嘴 吵死了 莫华 别喊了 现在别把他激怒了 咱们还是先想想 怎么逃而去吧 兔崽子 光天花日之下 竟敢帮我的女儿 老子避了他 大帅 这帮绑匪有备而来 老子管他什么有备而来 走 大帅 手机兵马 给我走 大帅 走 人只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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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样不行 这样跑咱们扎谁都跑不到 我不行 你们先跑了 这怎么可能的 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呢 你们先走 我去把他们引开 不行 你也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难道你希望咱们都被困在这儿吗 你们快走 走啊 你小心啊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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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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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 你快走 走 我走 走 你快走 走 你快走 要是不愿意呢 一听尊便 龙大帅念及旧情 我很感动嘛 那咱们就换人吧 不 你先放 你不信任我 我当然信不过 我担心您为了女人 连自己女儿的性命都不顾 你放屁 放不放 别废话 别动 好 现在轮到你一方了 赶紧的 龙德水 龙龙之前是我的女人 你非得把她从我身边抢走 这个坎儿 我过不去 算了 别上 今天 你必须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 这个坎儿 就算过去了 好 你小子说话得算话 可不可 好 我归 爹 爹不要 爹 没事吧 莫华 没事吧 爹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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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可下次叶了 报答帅 说 那个姓胡的已经掉去小牙 就这样死了 他娘的 便宜这小子了 跟老子斗 哥 你找我 你怎么回事 怎么会让海棠冒这个险 他不知道秦州 你也不知道秦州吗 我也不想这样 可当时情况真的很紧急 莫华有生命危险 我就没顾上那么多 我管你顾上顾不上 莫华算什么呀 海棠才是最重要的 我以后会好好保护海棠的 以后会 我要你 不要让海棠再遇到危险 明白吗 好了 我知道了 哥 你别着急 你的脸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我里没事 放心吧 你的身体很重要 别想那么多了 早点休息 这可是一个大牢外送我的养酒 珍藏了很多年 今天特意打开来 你们就进去的喝 谢谢龙叔 我爹是在感谢你们俩 对我的救命之恩 龙大帅 您别这么客气 再说了 莫华是我的好朋友 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 事儿说 再说莫华不是一边跑 还一边拉着海棠不放手吗 来来来 我和我爹先敬你来一杯 海棠 月薛 患难见真情 我们三个可算生死之交了 以后 谁也别想破坏我们的关系 来 干杯 来 来 快吃吧 别客气了啊 来 吃 海棠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来 多吃点 谢谢 月轩 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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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自己吃 我不管你了 月轩呢 你小子 不光脑袋瓜子好使 身手还很敏捷啊 不当兵都可惜了 昨天那一枪 要不是你 我们家莫华可就危险了 那可真是一出英雄就美的大戏 美女以身相许 你就给我做个女婿吧 是 师傅 你看你 咱什么都能聊 这句话咱可不能乱手 我又没逼着你 非得给我做上门女婿 给你小鞋穿 你怕什么 不是 我 我怕我给默化穿小鞋 默化对你痴心一片 这你是知道的 他怎么会委屈了你 你烧样谱啊 主要是我的问题 我这个人吧 从小就无拘无数 太随性了 这小时候 我爹就没想 往死里打我 而且 我一直把默化 当成我的好妹妹 确实不像您说的那样 爹 你干嘛呢 挺好 这大丈夫 说话 开门见山 有啥说啥 我也最烦那个 说话老绕弯子 一句话 得当几句话说 主我还是不喜欢 你 我跟你说啊 你看看我闺女 这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 我还抽她嫁不出去 倒是你啊 你别仗着她喜欢你 你就欺负她 不吃了 你们吃吧 我饱了 怎么啦 女儿 叶萱那小子给脸不要脸 你怎么还生上老爹的气了 谁让你自作主张去订婚事的 我不是看你一直心里头 惦记着他吗 所以想办法让他娶你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呢 那人家愿意了吗 不照样被推回来了 丢死人了 他什么 我们龙家的人要是看上谁了 那还有娶不到手的 强扭的瓜不甜 强扭的瓜他怎么就不甜了 我龙的水要他甜 他就不会酸 得了吧 人家月轩又不是衣服 又不是商店里的商品 所以花钱就能买得到的 我想让他看到不一样的我 这样才能感觉到我的好 孩子啊 凡事得讲究个策略 你说 你光在这想想有什么用 不如你多上郎家去走动走动 让他的父母 我先喜欢上你 怎么样 他们喜欢上我有什么用 我又不嫁给他们 总之啊 无论你是喜欢谁 你爹我都支持你 啊 月明努力配合支脸 两兄弟又恢复了有说有笑 支脸的过程其实很煎熬 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我们都又紧张又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海棠 月明 早点睡吧 养足精神为明天做准备 我知道了 对了 你可千万不要紧张啊 你说了一百遍了 我不紧张 你倒不紧张了 怎么我开始紧张起来了 海棠 你这样想 要不是你的出现呢 我就还是这个阁楼里面的一个影子 暗无天日 根本就没有希望 所以不管明天怎么样 都会比今天好 你能这么想实在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好了 早点睡吧 你也早点睡吧 嗯 嗯 唉 听听听我 story 你认识我吗 这样子 不 病人 答案马上要揭晓了 我想说的是 不管结果如何 我请求大家尊重不高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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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可以创造奇迹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爹 娘 月明 娘 娘 娘没做梦吧 娘没做梦娘 真的好了 我无数次想象你的脸治好后会是什么模样 原来我的儿子这么俊俏 爹 任命 好了 真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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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海盗 爹 你别弄得那么沉重嘛 这不是大喜的事吗 你高兴点才对呢是不是娘 娘高兴 高兴 高兴 他治好你的脑 是为了离开 他治不过 拿这个做赌注想要修术 即使我留下来 这也只是同情不是爱你懂不懂我月明 月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大家都在前厅等你呢 海棠 其实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的脸真的被治好了 你知道吗 今天整个溃阳城都在传诉这件事情 而且你梦寐以求的事情 就这么成功了 难道你不高兴吗 比起治疗的结果 其实我更享受的是治疗的过程 海棠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之后 就没见你开心过 自从 你开始给我治疗脸以后 又重新变回了阳光的样子 我真的好希望 能够看到你天天这个样子 好 好了 现在我的脸也治好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做的吗 我知道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给你 现在我这张脸 也重获新生了 我不会再逃避任何事情 我想要的 我都会靠自己的努力 给争取回来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咱们一家终于能聚到一起吃团圆饭 这次啊 真要感谢海棠 他不但是治好了月明的脸 还挽救了朗里春的信誉 今天这么开心我们喝一杯 来 不醉不贵 祝大哥再度英俊潇洒 冒赛潘安 你可不能喝酒啊 今天这么高兴 给他喝一点吧 海棠我敬你一杯 咱们朗家 很久都没有现在这样习气洋洋了 拖你的福 朗老爷 也感谢您 能够一直相信我 来 海棠 我也敬一杯 太太 我们婆媳一场 我承认之前对你有过质疑 但是今天真的感谢你 太太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治好月明的脸 这是最重要的 来 来 您还有一个约定没有完成 等您履行约定之后 再敬海棠一杯吧 我知道 海棠 你既然跟我娘有个赌注 现在也已经治好了我的脸 是 那就该是我们朗家 履行约定的时候了 月明啊 你是想好了吗 想好了 妙兰 太太 海棠 好 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作为母亲 我很想自私地将你留在月明的身边 但是我们的缘分尚浅 说真的 以你的性格 不适合待在我们朗家 今天是你在朗家的结束 却是月明的开始 你拿到修书之后 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们俩不要再要任何交集 各自安好 谢谢太太 老爷 您找我 坐 海棠 我知道你拿了修书之后 就会急着离开朗家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 月明的感受 我跟月明 原本就是有缘无分的 而且 而且月明 一直都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海棠啊 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 我们老家 也算是胭脂世家 为了治愈月明脸上的疤痕 无论是宫廷御用 还是民间秘方 能试的都试了个千百遍 可是月明的脸都没有棋色 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来治愈月明呢 哦 其实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一个失传已久的秘方 我只是在机缘巧合下 找到了这个可以治愈脸上伤疤的冰晶麒麟 冰晶麒麟 我好像在很多年前也听过这个名字 海棠 你对胭脂水粉这方面 确实很有天分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希望你能够在朗里春 继续研制胭脂水粉 来造福更多的人 老爷 我确实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变美 不过 我还是希望老爷能够尊重我的意思 好吧 无论你离开还是留下 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朗里春 随时欢迎你回来 谢谢老爷 谢谢您 一直以来对海棠的信任 他要走了 舍得吗 不舍得 但至少他自有了 是啊 一切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可是这个院子里 到处都有他留下的痕迹 大哥 还记得我们俩的约定吗 记得 月轩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哥 我想 我想在朗里春的店铺里 公开治疗你的脸 我同意 你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我知道 只有治好我的脸 压在朗里春胸口上的那块大石头 才能掉下来 大家才能恢复对朗里春的信任 谢谢大哥 你不必谢我 我也是朗里春的一份子嘛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这件事了 其实经历了这一次 我突然发现你变了 之前的我呢 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幼稚 而且太自以为是 对了 你知不知道 海棠跟娘有个赌注 她治好我的脸之后 就可以拿到修书 离开咱们家 你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 你很希望如此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哥 我早就知道了 你也喜欢她 但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上她的 我也记不清楚了 应该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吧 反正 反正我知道 当她嫁给你的时候 我很难受 不是愧疚 是心痛 不愧疚 你不会怨我吧 我为什么要怨你呢 我还要谢谢你呢 能够把海棠让给我 行了 一会儿别这么说了 我这么做 既觉得对不起海棠 也对不起你 岳萱 等我脸治好之后 我们要公平竞争海棠 怎么样 你认真的 嗯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重新追求海棠 让它重新认识我 爱上我 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好 那我也会尽自己所能 避布对她造成的伤害 那你觉得我们俩谁会赢呢 应该是我吧 因为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手了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好 岳明 我们来送送你 不用了 对不起 海棠 算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能够获得自由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这就足够了 谢谢你 海棠 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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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快点 好 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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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